今天乌塔 嗯... 還是要做一個試吃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乌塔TV 感覺今天好像穿錯衣服 因為衣服的顏色跟附近的是一樣 感覺有點像隱形人有沒有 哈哈 那麼今天試吃的是什麼呢? 今天不是吃泡麵喔 今天試吃法國最近的一個 限定產品 法國人對馬卡龍有一種偏愛 基本上每一個麵包店它都會有馬卡龍 市面上很多東西它都會出馬卡龍的味道 那麼今天乌塔要介紹這個東西呢 是經常都會在超市看到的 瑞士連巧克力 但它這次呢出的是法國限定版 就是 瑞士連的瑞士連巧克力 啪啪 瑞士連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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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巧克力 喔 煩了 不好意思 煩了 然後呢我手上的這個呢 就是那個瑞士連的瑞士連的瑞士連巧克力 透透的話呢 馬卡龍出了三個味道 這個是那個杏 然後這個是草莓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是香草 因為香草 我感覺就比較普通 所以我就沒有買 嗯就是應該有夾心的 上面還寫什麼 就是馬卡龍法語 讓我們先來開箱 試一下好不好吃 我先開草莓味 然後後面就只有一些介紹 先看一下 好容易就打開耶 裡面是銀色的包裝 然後 先試草莓味 壓壓壓壓壓壓壓 出來 這麼厚的一個巧克力 然後我們現在來試一下 草莓味道的馬卡龍巧克力 怎麼說呢 乌塔覺得吧 味道是很中味中菌 就是普通草莓牛奶巧克力的味道 但是它確實有做到了那個 馬卡龍的質感 因為馬卡龍吃下去的時候呢 它是有一點點酥酥的脆脆的感覺 因為馬卡龍就是酥酥的嘛 這個巧克力中間呢 它就是有一層夾心 然後跟馬卡龍咬下去酥酥的那個感覺 是一樣的 有一點酥酥脆脆的感覺 是有還原到馬卡龍的那個口感 現在試一下這個 阿布希果 就是梨的那個 是姓還是梨 也是顏色包裝 欸 梨這個好像是配黑巧克力 草莓味的呢 是配牛奶巧克力 黑巧克力就帶苦一點點 嗯 果然是黑巧克力了 欸 我發現這個味道的 很好吃欸 性的味道非常非常特別 然後再加上那個 馬卡龍酥酥的口感 加上黑巧克力有一點點帶 微微苦澀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大 推薦 草莓跟它比起來呢 這個味道是相當的普通 它後面寫的是 Decoufré Crasion Macaron Apigo 它說它裡面的這個 馬卡龍巧克力是怎麼弄成的 它中間的夾心呢 就是我你那個馬卡龍的口感 它就用了一點點那個小餅乾 中間那個慕斯呢 就是那個巧克力 中間那個夾心 是松露巧克力來的 所以這個確實好吃 其實兩個都是松露 但是味道的話呢 這個可能我比較少吃一點 所以覺得 嗯 這個好吃 今天的試吃呢 還算OK 因為法國 其實它 不經常會出一些限定的商品 真的不經常出 近兩年才才開始有一些 商店會搞一些限定的商品 所以偶爾能買到呢 也是一件蠻幸福的事情 好啦 那麼今天節目就到這裡了 如果你要一點點喜歡 烏塔烏塔TV的話 訂閱烏塔的頻道喔 然後幫幫忙把烏塔的視頻 分享給你的朋友看喔 那麼我們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 我們下期再見吧 掰掰 see you next time 然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烏塔TV喔 然後如果大家對歐洲留學 或者海外留學 或者對法國留學 或者對法國留學 或者對法國購物 有什麼疑問的話 都可以在下面給我了解 然後我會慢慢的 為大家解答 然後請期待烏塔的下一次直播 到後來好像我製作過一次直播 真的是一個好失敗的UP主喔